那时 耶稣看见纳塔乃尔向自己走来 就谈论他说 这是个真正的以色列人 心里没有诡诈 纳塔乃尔问耶稣 你是从那里认识我的 耶稣回答说 腓尼伯找你以前 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 我就看见你了 纳塔乃尔纳克高声回答 老师 你是天主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耶稣对他说 因为我告诉你 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 你就信了吗 你将看见比这更伟大的事 耶稣又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将看见天开 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 上下往来 我已经看见了 你无花果树下 第二天等于 你推荐下是